玉里镇193县道两旁的阿伯勒树 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朝圣 不过当地居民有向里长反应 因为阿伯勒长得太高 挡到路灯照明 居民行经路段视线模糊 里长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修剪路数 鲜黄色花串 道挂树梢 随风缓缓飘落的黄金雨如石如画 穿梭黄金浪道让人流连忘返 这是玉里镇193县道两旁的阿伯勒盛开始的景象 不过当地居民有向里长反应 因为阿伯勒长得太高了 挡到路灯照明 居民行经路段视线变得模糊 里长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修剪路数 大家忽略了一点 晚上去的时候花长大了 树长大了 把我们的路灯都整个遮住了 所以我们他们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困安的 就是因为路数都已经把我们的路灯给植住了 县政府的建设处回应 路数是城市中的重要资产 一定会保护好树木生长 不会断头式的修剪 这部分会分断式来执行 在旧路数这边保持它原来的修剪的漂亮 所以我们在修剪过程当中 不是说自意的就把它给弹掉 这可能对它的这个路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景观 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没有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录案一下 就是针对说针对它的照明部分有影响到 有被遮住非常明显的地方 那我们就举步就针对这个地方来做一些修剪 而不是全断式的就把它给 民众新生建设处也听到了会现场会刊 检讨修剪时机 里长希望能够定期修剪 也要兼顾当地居民行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